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我们带你去参观一下这艘豪华巨轮 了解一下它的设施 能够亲身去感受全亚洲最大最豪华的游轮 狮子星号当然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在这艘豪华巨轮上 宽度假期的机会 狮子星号排水量达到76800吨 全长268米, 阔32米, 有成15层楼那么高 当你一走进来 狮子星号位于七楼的大堂 马上会为你带来兴奋的感觉 高达七层的大堂设计华丽 加上三部落地玻璃升降机 更显堂皇 另外配合大型钢琴 云石噴水池 多款无可抗拒的咖啡 还有法式美食 配添优雅的情趣 你可以先去接待处查询 再由我们的专人带你慢慢参观 这一艘豪华游轮 你的难忘海上旅程 将会由Henry the Black 一间英式酒吧开始 里面有一齐桌球 飞标等等的设施 再配合一杯饮品 然后出外面吹吹海风就最好不过 沿途一边呼吸清新空气 再一边欣赏海景 确是赏心乐视 当你到达船头的view point 可以居高临下 饱览醉人景色 幸运之神 会带你去发现Maharadras 一间闪烁吸引的娱乐场 让你碰下云气 在Massim餐厅里面 你可以游行舒适地 享受一餐法式美食 狮子星号 更加设有六间卡拉OK房 给你在一个私人空间之下 大展歌口 你也可以选择在 The Burned卡拉OK酒廊 一边唱饮 一边公开展露你的歌口 在Buragun餐厅 你可以品尝各式地道的亚洲美食 保证你食指大冬 如果你要品尝 色香味俱全的广东菜 相信Tai Pan中餐厅就最适合你了 配合诚恳有利的服务 完全带给你至高无上的饮食享受 Moulin Groose剧院 设有一流影音设备 流高两层的设计 更加令它成为一个国际顶级的表演场地 要求最新鲜味味的日本美食 Shogun餐厅的刺身 壽司和铁板销 就最能够满足到你了 享受海上购物乐趣 必须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想试下的就要去Post or Call商店 选购各式日常用品 纪念品和杂志 当你去到Star Poutine之后 你的购买肉一定会大增 因为全部货品都是从世界各地精挑细选 本款精美构特色 要试下全新的鸡味酒 就要去Champagne Charlie酒吧 里面的特色鸡味酒 全部由名师炮制 绝对创意十足 要欣赏最新猛片 就要去Picture House电影院 配合强劲的音响影像效果 一定令你印象难忘 就算要处理公事 狮子星号的商务和会议设施 一样帮到你 让我们一起看看 试试星号上面房间的设备吧 船上超过一千间房间 其中一部分更加备有特别设施 满足你不同的需要 令你加倍舒适安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男乘客 如果想输减压力的 CESAR 精气及桑拿浴室就最适合你了 这间子宫男士使用的桑拿浴室 设施一应俱全 全面照顾你需要 要舒展身心 Uliversial健身室 就最能够保持你的体态美 在船上保持仪表整洁一样很方便 只要来OSCUS美容发廊 我们的专业美容及发型师 必定令你展露光芒 如果各位女乘客想保持容光 换发活力充沛的 就要去专为女舌而设的CREOPETRA 精气及桑拿浴室再次充电 Galaxy of the Stars 是船上主要的表演场地 色彩纷纷的鸡尾酒 和各式娱乐活动 将会不论日夜地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从Galaxy of the Stars的船转楼梯直落 可以去到船长室观景囊 乘客可以看到船长和船员 每天的船上工作 狮子星号这么新的设计 也是在游轮上首创的 Smoking Room 是专为喜好法国官邑 和名贵雪茄的乘客而设 全部都是一级享受 令人乐而忘返 要暂时离开现实 一个人寻求精神上的满足 图书馆就最适合你了 想和志爱保持联系 那不如去各式文具齐备的书写室 写下你的心意 如果一时寄样想玩一下啤牌的 就要来啤牌游戏室了 各位麻雀迷可以走在一起 去麻雀房共度宽乐时光 书展身心未必要全身流汗的 去对流适暖水池 舒舒服服做下水上运动都可以的 或者去雪糕巴吃一杯雪糕 相信大朋友和小朋友都一样那么喜欢的 在迟伴来一个日光浴 在迟伴来一个日光浴 或者在Jakuchi享受一下 一样是赏心乐视 在RAVOS自助餐厅里面 大把美食等着你 而且还可以任你选择享用室内 或者室外的自助餐 在狮子星号上面 你可以真正地体会海阔天空 因为你可以乘坐直升机 直接飞在狮子星号上面 身处海上 一样可以接触青春绿草的 只要去哥尔夫球推肝场 却越球技任你发挥 要燃烧卡路里 可以选择围绕船身而建的 Star Trek缓跑竞作缓步跑 自身Peer Carton 来一客小食或者动饮 又或者尝试一下别具风味的户外BBQ 日出日落的醉人景致 你可以在露天甲板尽情享受 勁歌热舞共度欢乐时光 Celebrity Disco最能够满足到你 不单止大朋友在船上面玩得开心 Becaneers Wet and Wild这个七彩纷纷泳池 就连小朋友都可以有一个难忘的海上天地 想考考反映 就要去Star Nights电子游戏机中心 里面不单止有齐最新款的电子游戏 还有Disco和迷你影院 一样玩得这么开心 Charlis幼儿中心是船上最大的移动设施 里面有齐各式玩具、游戏 加上我们的护理员识心照顾 令你可以放心把小朋友交托给我们 超过600名乘客 可以一起在Windows餐厅进餐 共同享受世界级美食 另外,各位可以一边用线 一边透过高达5米的落地玻璃 观赏船外的醉人景色 在Garden餐厅里面 清新及友善的气氛围绕着整间餐厅 令你饮食陪添情绪 以下为你介绍狮子星号的最新行情 必然令你心慈神旺 狮子星号为香港的游轮假期 带来一股新景象 狮子星号由香港启航 离开这个繁囂匆忙的亚洲城市 向密密麻麻的大厦 和永无休子的汽车声 说声拜拜 请你安座椅中 细心欣赏无济的海景 享受宁静悠闲的海上旅程 狮子星号的第一站 是距离香港西南面 约480公里的站岗 站岗是中国南部的主要港口 湖光岩是站岗其中一个 风景优美的旅游圣地 位于站岗市西南面18公里 面积4.7平方公里 湖光岩不单止风光明媚 而且是研究火山必去的地方 湖的四周除了有多不声数的洞穴 还有一座八百年历史 在宋朝兴建的寺庙 另一个有趣的旅游点 是水产博物馆的大型水底展览 超过九百件 从中国海域精心搜罗的展品 令你目不下级 无论你打算去哪里游览 站岗都会给你和家人朋友 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到了下龙湾仿余进入仙境 三千个岛序和石林浮沉于东鹰湾的碧水中 如梦如幻, 惟惟奇观 是越南的自然奇景之一 也是越南东北部最受欢迎的旅游区 奇形怪状的石灰岩块 岩崖峭壁和石拱 是很多故事和传说的传缘 下龙的意思是神龙下海 的确景如其名 小厅在这里是主要的交通工具 在天朗气清的日子 你会看到数以百计的小艇 在高达三百米以上的石林间穿插 下龙湾的风景如画 难怪磁名国际的尖字方电影 也是在这里取景 下龙湾获裂为世界性古迹 也当之无愧 一顿美味丰富的海鲜餐 令你充满活力精神一振 这个时候最好找些大洞穴沉休探备 搅满如仙景般的中雨石和石筍 你也可以在海中垂钓 或者在碧波中唱泳 享受人生 如果你对海上之旅仍然意犹未尽 不如继续参加我们三日两夜海南假期 让你尽兴而归 《狮子星号》在冬季即是十月至三月期间 前往有东方夏威夷之称的海南岛 海南岛是中国第二大岛 气候宜人 连冬天也仰逸着热带风情 岛上满布高山流水 充满诗情画意 啟发了不少古今的中国画家 你将会停留在海南岛的主要港口 海侯 东方夏威夷这个美语 亦是源于此处 海边椰林密布 椰峰海运 景致迷人 身为游客 你当然不能错过一常海南岛著名的椰汁饮料 海南东山野生动物园 是中国唯一的野生动物园 你会看到中国和世界各地的 受保护和稀有动物 必定令你大开眼界 离开海口近十公里 就是一座自然火山博物馆 让你了解火山石的形成和结构 如果时间许可 你一定不能错过游览南丽湖的机会 南丽湖是一个天然的水上花园 湖面面积达到一万三千五百畝 四周群山环埔 竹林椰树护蔭 是一个清雅脱俗的世外桃园 到了夏季 獅子星号将会安排全新航程 为你带来无穷乐趣 四月到九月 獅子星号会带你去 有东方夏威夷之称的海南岛 这次是去三亚 一个海边的度假性地 海滩上面椰树成航 和风从南中国海迎面兴忽 到处充满热带风情 一到三亚 立刻在沙滩上面休息一下 品尝著名的椰子汁 你可以享用世界一级豪华设施 在三亚的宁静闲息中 拋开一切 逃过轻松捨意的一天 最后放手 更好的 我感到所以 这次非常好 就是 全放手 这类 在三亞你可以品嘗海南島各種地道美食 全部以獨一無二的傳統秘方炮製 海南島還有水果園之稱 成產的水果香甜多汁 一定不可以錯過 當獅子星號駛進繁忙的蜆港港口 你會以為這裡只是一個普通的商業中書 其實蜆港在越戰期間擔當重要的角色 1965年3月美國海軍首先登陸蜆港 蜆港其後成為美軍基地 軍人時常都會去到附近著名的中國海灘度假 蜆港這個古城又叫北方西貢 城裏面寺廟靈塔臨立 你可以想像到越南從前的文化歷史是多麼豐富 尖族博物館是顯港的古蹟之一 館裡面收藏了尖族藝術品和雕刻品 非常珍貴 國物館本身亦別具特色 它是建於1915年至1916年之間 用沙岩石建造 設計是按照尖族的建築特色 裡面收藏了超過300件 遠至公園七世紀的雕刻品 包括佛像、印度神像和各種神像 除了悠久的歷史 蜆港還有叫人讚嘆的自然美景 揚著溫暖友善的氣氛 海灘是顯港風景最優美的地方之一 喜愛陽光和海灘的朋友飛去不可 五行山也是你飛去不可的勝地 這五個石灰岩的山丘紅具顯港 據民間傳說 五個山丘分別代表金、木、水、火、土 這裏還有很多曾經被印度教導 用來做聖誌的動員 你可以一常探險的樂趣 如果你對海上之旅仍然意猶未盡 不如繼續參加我們的 三日兩夜廈門假期 讓你盡興而歸 下一站是廈門 意思是大海之門 廈門位於九龍江河口 歷史遠遠流長 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 廈門遊狗的歷史 為我們帶來多姿多彩的游覽好去處 有一千多年歷史的南普陀寺 也有幾百年歷史的舊狐狸山炮台 廈門西南面有一個名為古浪序的小島 小島西面的沙灘上有一塊巨石 海浪衝擊巨石的粒陷處 就會發出隆隆巨響 猶如擊鼓聲 古浪序這個名字就是因此而起的 在島上你不會見到汽車 簡直是天堂 海灘毫無污染 海風清新純正 你一定會流連忘返的 沿著綠葉成蔭的小島 你會去到一個清幽的庭園 還會看到一排排古樸的紅頂小村屋 圍繞著山坡 你一面採摘香甜的葉帶鮮果 和色彩繽紛的鮮花 一面逃在於柔陽的鋼琴星之中 沒錯 很多著名中國音樂家都是鼓浪聚人 廈門之旅 讓你回顧廈門昔日的光輝 拍攝如畫般的風景 和品嘗美美的海鮮 的確是今次獅子星號行程當中 最難忘的經歷 麗星郵輪已經準備就緒 為你安排了精彩的行程 獅子星號帶你澳遊越南 和中國最美麗的景點 途中還會為你提供各種豪華設施 一應俱全 請即報名親身體驗海上假期的樂趣 天啊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